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今年11月份呢 我计划再次回到中国来做一些 关于中国音乐 中国笛子的一个演讲 那么同时呢 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会安排一些 个别的课的教学活动 那么根据现在的日程的安排呢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11月4号和5号 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两天 我会在上海举办两天的 私人的个别课的教学 那么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 请尽快的跟我联系 以便我及时的安排你的课 那么另外呢 就是11月10号呢 是个星期五 我会在湖南的长沙 来做一个面向全社会的 一个公益性的演讲 那么当然是免费的 免费针对各个阶层的朋友 那么这个演讲的这个主题呢 是关于音乐风格 与地域人文的关系 兼谈东西方音乐的这个意统 那么这是我要演讲的一个主题 那么同时呢 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针对笛子的朋友 来给他们解答任何关于 笛子演奏 笛子教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当然同时我也会来做一些 示范性的一个演奏 这是我当天的演讲的这个内容 那么演讲的这个地方呢 是在长沙市第11中学的 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那么这个报告厅呢 有将近450个席位 那么由于是面向社会嘛 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尽早做 做一些安排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提前告诉我 那么我会帮您预留 座位在那里 那么长沙市11中呢 它这个地址是 长沙市城南中路153号 那它是校园里面不可以停车 所以朋友如果开车来的话 就要在外面自己找这个地方来停车 那么我这次的这个公益演讲 在长沙的公益演讲呢 得到了这个长沙市第11中学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我在此呢 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么长沙市的这个第11中学呢 它是这个湖南省示范性的这个高级中学 那么它1996年呢 就已经挂牌成为这个武汉音乐学院长沙副中 那么同时呢 那它也是这个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声援基地 那么同时呢 它也是北京清华大学的这个美术学院的声援基地 那么所以说呢 它这个学校是以音乐和美术这样的特色呢 来享誉全国啊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一个一个学校 那所以在此呢 呃 我再次的呃 对长沙市11中学呢 的大力支持呢 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么在这个呃 11中学的演讲的后一天呢 也就是11月11号呢 我会预留一天的时间 呃 来在长沙做一个个别课的教学 来照顾一些长沙周边地区的这样的学生 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 也请尽快的呃 来跟我联系 因为我呃 因为时间关系 我最多只能呃 有六个课的这个名额 六节课的这个名额 好啊 所以请你尽快的来来来跟我联系 那么在长沙的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呢 呃 我会呃 我现在计划到四川的重庆来做一个呃 另外一个演讲 但是由于时间上面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来说告诉具体的时间 等一旦我有这个具体的时间地址的话 我会马上呃 来公示大家 所以呢 呃 呃 请大家继续保持关注 谢谢 那么同时呢呃 呃这个我这次的演讲呢 得到了很多全国的网友 敌友们的支持 尤其是我的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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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敌友联谊会的呃会员们啊 呃 街友们的支持 那么有很多呃会员呢 呃 呃 互 呃 在此感谢大家 好 我希望能够到时候在长沙 在上海 在重庆能够跟您见面 谢谢